一个问题 我是女粉 下期问他必须pik你 我看了一下 很有眼光 关注我 刚毕业工作 游泳车需求 咨询10到15万 适合女生开的时候 实在 希望安全一点 目前再看03 还有其他推荐吗 领克03 确实还是挺安全的 在周末玩意 碰到成绩很好 女生开 酷 除此之外 马自达3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颜值在线还是4缸 等以后发财换大车的话 这个车的保值率也是可以的 或者再稳妥一点的话 选一个小型的SUV 比如说X大V品质 就是那种纯纯的家用车 内饰的质感 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后期比较省心 其实这种问题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式 男女通路 那就是直接在朋友圈发一条 讲道理 论安全线 15万以内 领克林上没有对手 不服来变 不一会会由一群 懂车地来发表意见 到时候你直接在评论区 挑几款车先 再研究研究就可以了 第二个七个七个 想知道3040万的BBA 真的比3040万的 国厂车有面子吗 小了 能觉得BBA比同价位的国厂车 更有面子的那些人 说白了就是穷 还不自信 人家有钱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比如说我就不这么觉得 你有钱 我没钱 但是我很自信 为什么未来理想这些品牌的新车型 都卖到3040万 但是销量也不错 就是因为这些品牌的受众 根本就不在意这些车型的面子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就是有钱人买了假鞋 别人也会认为它是真的 但是你穷人花一个月的工资 去买一双鞋 别人也会认为是假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与其考虑这些东西 不如提升你自己 这些无聊的东西 爱谁谁吧 第三个就要看了一下 D豪S和赤兔 照片实力看的话 赤兔吊打D豪S 价格也才多贵了2万 为什么一个月才卖1000多呢 准备 10万块钱的车贵2万 是一个什么概念 你想想一下 你考75跟考95一样吗 其次 这个价位区间的一个消费者 他们买车 看重加速性能的能有多少呢 空间 油耗 舒适性配置 哪一个不比加速更重要 再退1万不说 哈佛自己家这么多兄弟 还去溜猪欲债钱 同期的这些兄弟 想要出人投地 必须见走偏锋 走小钟无限 销量一般很正常 不设的 最帅气哥冒昧打扰 不打扰 没问题回答才尴尬的 一年10万 目前没有多少存款 搞个18年或者20年的 博瑞记忆是否可行 我看不懂 但我打为证据 捕啥呢 博瑞记忆说白了 就是一款 极力都快要放弃的车型 你还要去买2手 我查了一下 18款的药盾版 差不多也要10万块钱 加个几万块钱 买新味它不香嘛 再说了 这个4了8不清火 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深 实质也要8个多 反正我是觉得 花个10多万买辆 二手的国厂车 真的是没啥必要 有个关注蓝月很久的 2.0T四驱油耗高不高 不高 390T四驱新想车主 重车的一个平均油耗 是9.99升 什么概念 要知道新款的汉兰达 四驱豪华型 它的油耗是11.15升 这个油耗还高吗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月底400T的车型会上 到时候390T的车型就没有了 261匹的最大马力 400牛米的最大扭矩 动力肯定是增强了 油耗不好说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它要加95号汽油了 OK以上就是这一期的七哥快速问答 如果你就说了 有一点点的帮助或者图一乐 关注点赞